杨承琳未在入众 说自己在台湾不常吃到海鲜 以及吃海鲜很奢侈等言论 让台湾网友纷纷炸锅 痛痞这样的说法实在太莫名其妙 不过一波未贫一波又起 8号杨承琳再度被爆料耍大牌 国际桥牌社的导演王怡欣 先是在脸书转发了一篇 女星站出来替杨承琳说话的新闻 内容写着因为她在台湾时 就先欺负了很多影视圈周边的台湾工作人员 但在中国却乖顺得很 这才叫台湾人欺负台湾人 之后更是发文披露 杨会这么讨人厌 主要还是坐人机车 经纪人也机车 而且都有大头病 年纪不大但价值很大 所有圈内工作人员讨厌的事 他大概都干了 糟蹋人的事他也没少干 并指出杨承琳对装法 遗旨气使 对人看高不看低 耍大牌零食的意见一堆 事情太多说不完 网友也挖出 由一名资深的时尚公关 曾在节目中暗指一位 讨人厌女星 明明约好晚上6点要试装 结果女星到晚上10点才出现 迟到4小时 却连一句道歉都没说 过程中还不断白脸 公关透露4个线索 唱歌的 眼上有志 她还没死 她老公是大陆人 也是唱歌的 眼睛小小的 网友也揣测 应该是在说杨承琳 推特上也有人爆料 某女星伤戒纯白礼服 一直提醒她不能弄脏 我想让她竟然大吃火龙果 最后掉在衣服上 让整件礼服毁掉 文中也用杨承琳的歌 匿名的好友来影射她 针对这些指控 杨承琳的经纪人也打破沉默表示 针对我们没有合作过 不认识的同行等 没有任何实证的影射造谣诋毁 与严重损害 艺人声誉 承琳现在及未来 也仍会把本分做好 之后针对这些 无地放始的造谣 也不再回应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